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南亚线路价格上涨接近一倍 部分旅行社的泰国之旅 此前的报价在4000元人民币左右 而今年国庆节的报价已经在7800元人民币 旅游法的实施及对市场的规范 是否是旅行社不愿过早为十一突游者报价 并刺激涨谈费的主因呢 是否也意味着国人的低价旅游时代感到冲击 以前对于旅游更多的是规则上的约束 而这次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 这是我国首部旅游法 它的出台很有可能会断了很多旅行社的财路 改变旅游产业的格局 甚至会导致很多的旅行社重新计算旅游的成本 因此大幅度的提高相关的报价 旅游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快乐和享受 而在旅行中衣食住行游等环节 都隐藏着我们所不熟知的黑幕 今天我们就来解密人在旅途中 经历的那些所谓的潜规则 旅游这个行业啊 其实是与旅游产品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 从整个过程来看 游客就是刚开始获得旅游信息 然后再决定某一次旅行 最终实现整个旅行的整个的体验 而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 需要众多的产业部门向游客提供 包括衣食住行游等各种方面的需求 这其中包括旅行社交通部门餐饮酒店 景点景区旅游商店 以及休闲娱乐设施等 一款旅游产品一条旅游线路 可以带动多个产业的经济的发展 这就是以旅游带来的溢出效应 举个例子 迪士尼乐园按照每年3000万的游客数量来统计 它的门票收入将近60亿 而依靠迪士尼的溢出效应 一元的门票收入将拉动8元的消费 也就是说仅仅计算衣食住行游等最基本的游客消费 迪士尼乐园每年给服务业带来的产值就高达480亿 非常有意思的是 旅游产业是蛋高大 利润率低的行业 今年5月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曾公布了一组数据 从行业规模来看 2012年的整个旅游产业收入 达到了2.59万亿元人民币 相比2011年增长了15.3% 而在这个繁华的产业背后 作为产业结构的核心 旅行社的盈利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 旅行社的旅游业务毛利率 在2009年为6.9% 2010年仅为5.3% 到2011年更是降到了5.1% 就连作为中国旅行社龙头老大的中国国旅 2012年旅游业务的毛利率只有9.8% 而另外一个旅游龙头企业中青旅的毛利率 只有7.9% 除了逐年下降的毛利率 游客的满意度也逐年下降 有关旅游的投诉数量 从2009年的8623件 上升到了2012年的11875件 一面是旅游行业规模大 收入高的繁华景象 另一面却是旅行社的低毛利率 已经无法保障服务制 这种矛盾背后的原因到底有哪些 敬请收看本期的解码财商 唐骏为您揭秘旅游行业的前规则 接下来我们就从衣食住行游五个方面 来解析旅游行业的黑幕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下旅途中的购物消费 同样的旅游路线 不同的旅行社可能报的价格相差上百 甚至上千元 一些旅行社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接团 这样的低价格怎么才能赚到钱呢 很多旅行社采取的办法是导游先把旅行社的利润交好 然后再想办法从游客身上赚回来 比如说安排游客多进一些购物店增加二次消费 还有一些购物店以次充好 然后导游再从这里拿取一定的回扣 据说一个专职的导游 他的月工资只有六百元 而兼职的就更少了 只有两百元 如果不拿回扣 导游这个行业是根本没法生存的 所以刚入行的导游一年带游客购物回扣 基本上能拿到三四万元 有了一点经验干了五六年的老导游 有的一年可以拿到二十万元的回扣 所以导游的日子不是靠工资过的 而基本上是靠回扣 有时旅游淡季游客并不是很多 很多时候无法凑起一个团 于是旅行社就把收到的游客卖给其他的旅行社 这种叫卖客行为 既省时又省力还能赚钱 一般的情况 每卖一个游客给别的团 就能挣回不少于五十元的回报 一些旅行社的利用游客对景区路线的不熟悉 将部分旅游内容省去或者模糊掉 实际上很多景点只算路过 游客根本没有时间去游览 导游还会利用各种方式 缩短合同安排的旅游时间 挤出时间来推荐自费的项目 然后从中获取回扣 有的旅行社会利用旅客对旅游产品的不了解 借各种旅游缩短行程 趁机省去一些景点的费用 比如原本两个小时的旅游行程 出发时导游却以种种借口 只给游客一个小时的安排 由于一天的行程安排的太紧 其他的景点就没办法去了 据业内人士透露 旅游公司和景点之间是有协议的 他们拿到手的门票价格相对要便宜很多 但是导游会想办法把去景点的时间省下来 为的就是让游客进店购物 导游在游客区域的购物店 一般分为那么几类 第一类是这个土特产 这类商店一般都设在这个景区内部 商品的价格要比景区外贵20%到50% 而旅行社和导游可以拿到30%的购物回扣 第二类是名牌店 卖的都是那些水货或者折扣货 导游得到的回扣在30%到40%之间 还有一类就是珠宝店 虽说现在这个卖假珠宝的这个现象已经很少见到了 但是还是不少以次充好哄抬价格的情况 而导游所获得的回扣是在20%到40%之间 这些拿到的回扣都是从游客身上获取的 如果游客不购物或者买的很少的话 导游就很有可能是亏本的 所以他们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让游客去购物消费 于是旅行社和导游想出了一个所谓叫零付团费的方式 什么是零付团费呢 就是旅行社分文不赚 只收成本价 这是低于成本价 只负责输送客员给当地的旅行社和导游 我们俗称为地阶 而在整个的旅途当中 旅行社尽量安排游客进行购物和自费活动 其中很多都是回扣的项目 最终他们将和这些购物店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比例来进行封城 这种低价团的导游一般口才都非常好 它会用各种方式让你不由自主的产生购物的念头 回家一算账才发现 加上购物的团费 参加低价团的支出比普通团还要贵上很多 零付团费游的总利润空间 一般都在5到12倍 也就是说成本仅为1元的商品 卖价却在6到13元之间 像珠宝 手表等高利润的产品 导游可以拿到一半的利润作为回扣 比如说香港一日游的最低报价是98元 而很多团他们的收费仅为83元 这看似旅行社人均少赚了15元 但是从购物商品拿到的回扣 去远远不止这些 据统计香港一家珠宝店 每天可以接30个旅行团 每个团大约有20到30个人 以每人消费2000元计算 珠宝店每天的营业收入就高达180万元 一年的营业收入估计有6个亿 而如果旅行社按照比例10%的回扣计算 年收入就有6000万元 完全弥补了低价的利益亏损 很多人会说我忍住不购物 不就可以避免这些方面的消费吗 其实有的时候买不买已经不是你能够决定了 导游为了赚取暴利 甚至会通过各种手段强迫游客购物 曾经由旅行社提供廉价的港澳游 每人只需要支付500元 其中200元是办理港澳通行证的费用 另外300元是导游费 其他的费用完全由香港 澳门的一些珠宝商旅行社来承担 当来到珠宝展示中心的时候 导游却要求游客必须消费2000元以上 不买东西不让出这个珠宝店的门 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很多人往往选择了妥协 于是所谓的低价团变成了真正的高消费 近年来 导游因游客拒绝在景点购物 而辱骂游客的现象屡禁不止 10月1号正式实施的旅游法 对强迫自费项目与强迫购物等明明禁止 使得游客的游玩行程和费用支出将更透明化 游客权益将得到最大保障 跟团游价格表面上看是涨价 但其实是让旅游价格回归正常 但旅行社推测 旅游法实施后团飞上涨 更多人将抛弃跟团游采取自由行 但这种出游方式也有很多无奈 对于景点饭店的坐地起家和载客行为 游客们仍然无能为力 和跟团游相比 自由行在旅游购物方面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当然也会遇到景点商家坐地起家的现象 比如在黄山上 一瓶平常售价仅为一元的矿泉水 却被卖到了十元的高价 而在丽江的小酒吧 北京售价二十元的一杯鸡尾酒 却卖到了八十元的价格 这其中存在的不合理 已经成为我们旅途中常见的一种现象 明以时未天 中国的美食是旅游的特色之一 无论是上海的汤包小龙 还是三亚的海鲜 还是成都重庆的火锅 都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 旅游景点的餐饮价格 比普通地区要高出很多 这就往往会存在着消费的陷阱 也就是说游客最容易被宰的地方 饭店和导游之间早有了潜规则 每一位导游带团来饭店消费 饭店会给导游把餐费的 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费用 会回馈到导游当中 这个目前市场上 常见的餐费标准为 每人每餐二十到三十元 便宜的甚至就十五元 餐费标准这么低 导游的回馈也相对比较少 于是一些旅行社就在餐费上做文章 把这个饭店的习商价压得很低 积少成多就成了利润 由于价格被压低 所以这里团餐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最常见的就是缺金少两 以次充好吊包等情况 严重审害的消费者的利益 很多人对这样的心态 既然出来旅行 花钱是应该的 但却不知道 商家就是抓住游客的这种心理 哄抬价格 弄虚作假 侵害着消费者的利益 于是近几年来 出现了各种所谓的宰客们 2012年春节期间 有人在微博上贴出了一个 只有七道海鲜 而价格却高达9746元的三亚海鲜 天价菜单一时间 引起了社会舆论 对旅游餐饮的强烈的指责 也有游客在海南的海鲜店里 看到了像头一样大的花螺 于是向店家询问价格 店家说300块 游客感觉价格很低 就点了 最后结账的时候 却要付出3000块 原来不是300块一个 而是300块一斤 像这样的宰客事件 屡见不鲜 除了吃 住也是我们旅游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出门在外 旅游了一天后 最期待的事情 就是能有一个 舒适的地方住下来 但是某些旅行社 不会放弃任何 获取利益的机会 在酒店住室方面 也玩出了不同的花样 近几年 热点地区的酒店的房价的价格 不断的暴涨 虽然国家发改委 在2010年9月就明确提出 节假日 对旅游热点的酒店价格 实施最高限价 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 美丰 春节 五一 国庆等节假日 各地酒店的房券 仍是涨身一片 最高涨幅 近达到50% 节假日住宿难的问题 仍为得到妥善的解决 在我国 景区门票价格随意上涨的现象 屡见不行 各大涨价景区打着景点扩建 提升服务 成本上升的幌子 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涨价潮 景区门票三年内 不得上涨的现涨令 并未能阻止其迈开门票涨价的户法 对此 新旅游法第43条规定 景区门票涨价 要实行政府定价 或者政府指导价 要求门票价格上涨 必须听证 听证人员必须包含 旅游者 旅游法对于门票价格的新规定 或许会刺激景区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调出过度依赖门票经济的外界 一些旅行社的行程单上 明明写的是四星级酒店 但由于当地实际的情况 不同 房价的差别也非常大 游客对于这个方面又不是很了解 于是旅行社会在这个方面 动各种的心思 最后旅客们会发现 原来四星级的标准的住宿 实际上住的却是三星 为了迎合旅行社 甚至有些酒店 会直接将三星的牌子摘掉 如果有人问起 他们就会刚装修完 还没评级 等各种旅游来堂塞 现在一些旅游住宿都称是全程三星或者四星的标准 但实际上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多 这种不知不觉中的偷梁换柱 让旅行社从中获取了大量的利润 说完了住 我们再来解密一下旅游中的行 出行旅游的时候 坐飞机火车要看清楚档次 很多旅行社所谓的包机并非直飞 只是说从出发地飞往中转机场 然后再从机场乘汽车前往旅游目的地 既周折又奔波 完全不能达到旅游休闲的目的 以某旅行社的普吉岛和苏美岛包机为例 如果单纯字面看 会认为是有两架飞机 分别从出发地飞往普吉岛和苏美岛 但实际上 旅行社的做法是 从广州包机飞往泰国的万轮机场 抵达后分成普吉团和苏美团 普吉团的游客需要乘坐近五个小时的汽车 才能抵达普吉岛 而苏美岛的游客 需要乘一个小时左右的汽车 以及两个小时的轮船 才能抵达苏美岛 不同的航空公司 航次以及软硬座位 价格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为了节约成本 旅行社一般都会选择不太好的 早晚时代的航班 因为价格在这个时段相对要便宜的多 但问题最多的还是在汽车上 因为无论是长线油还是短线油 都少不了用汽车 而很多旅行社所谓的全程空调汽车 是很含糊的字眼 目前的旅游汽车价格相差非常非常的大 旅行社到底选用哪一款汽车 往往是不会告诉游客的 一些小型旅行社就用单位的车辆来接送 但是这其中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一般正规车队的车都有营运牌照 而且会购买保险 私人车辆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一旦在旅途中发生安全事故 在没有保险公司理赔的情况下 私人车主往往汽车而逃 另外一些没运营知识的司机 虽然在市区有一定的驾驶经验 但对景区道路 尤其是盘山公路非常不熟悉 这里也会产生很多的安全隐患 说完了衣食住行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旅游景点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游景点 今年三四月份 国内景区门票价格涨升一片 部分著名景点的价格上涨的幅度高达百分之五十 这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只好无奈接受 比如像山东台庄古城门票的价格 由每张一百元涨到了一百六十元 一次性的涨价幅度高达百分之六十 而另外一种涨价的方式并不体现在票价上 他们会去除一些服务来降低成本 从而达到降价的目的 例如安徽九华山的门票价格 表面上继续实行旺季的一百九十元 淡季一百四十元的门票 但实际上已经变相的涨价 原先三十元的交通费被剥离出门票的价格 需要游客另行支付 除了景点 想方释法 谋求利益 旅行社也没闲的 释门票是他们赚钱的一种方式 很多自费项目的门票 导游 只要门票的三分之一左右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 但是却以全票的价格 卖给了游客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 2011年 全国旅游景区的门票收入高达一千一百五十亿元人民币 比2010年的八百七十四亿元增长了近百分之三十二 与之相对的景区数却没有大幅增长 可见 门票收入的增长大多来自于景区门票的涨价 也有旅行社会将同一景区的套票分拆成多个单项景点的出售读客 即将出台的旅游法中 对于门票价格的制定做了严格的限定 被预见 旅游法的实施将使得整个旅游业重新洗牌 让所有的旅游机构重新占到了同一起的现实 未来旅游行业不是挡价和战 而是倒逼企业在产品和服务品质上做出提升 外国人旅游在乎是一种感觉 是一种享受 他们只是为了找个好一点的环境 睡个懒觉 晒晒太阳 而中国人旅游更多的是一种赶场子 希望花最少的钱去最多的地方 旅游产品和服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 我们无法给他们盖一个质量合格的戳 但是也没有办法去制定衡量它的一个标准 于是旅行社 导游 导游 景点和商家都占了这样的一个漏洞 最终从消费者身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暴力 旅游行业是一块财富的聚集地 我们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 今年通过的旅游法将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期待旅游法可以更好的来规范旅游的市场 把那些过去的旅游潜规则尽可能的去掉 让我们的游客真正可以享受旅游所带来的快乐 欢迎大家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